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 我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一邊 為什麼 因為高牆隔絕了人民的聲音 今天之所以會這麼多律師站出來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我們國家執法已經到了 讓學習法律的人 到了一種讓人無可忍的地步 為什麼想要為這些社運人士發生 因為這些社運人士正在替我們 許多帶動的公民履行他們 身為公民的權利以及義務 替許多台灣的人民在維護 整個台灣的權利 如果今天司法是站在 打擊打壓民眾發言的一個地位 把這些對開發有意見的這個公民 就於起訴就於判罪的話 我相信台灣又會重新進入 另外一個戒嚴的時代 警告公權利違法 警告公權利違法 要民主要人權 要民主要人權 這個時間由來已久 並不是只是7月23號 許詩詠教授被逮捕之後才發生的 是從在三年前大普事件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就已經有許多 社運的人士遭到逮捕的情況 都已經違法濫權了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號召了 一千個律師的連署 我們要把這個連署書 遞交給我們的法務部的部長 今天已經高達一千個律師 各位先生小姐 一千個律師代表什麼 我們只有五千多個律師 向法務部登陸職業 在網路上我們就高達了一千個律師 來發起 來做這一項連署 各位律師界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個人對於這個 大家集結到這邊 那表達一個社會公益的立場 非常的趕佩 那這一份連署書 我們會馬上乘上去 按道程序來處理 謝謝 每個個案發生 在媒體的呈現 可能都會認為只是一個個案 但是當你把它集結起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執法標準 執法標準到什麼程度 到我們認為 其實國家已經公然濫權違法的程度 譬如說在這邊看到的 大埔事件 這是大家所熟悉的 華光社區案件 這個等一下我再來為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我參與比較深 這麼多這麼多的案件 這麼多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這麼多的人 事實上 他們在表達他們的言論的時候 被我們的國家 警察或者是檢察官 他們或者是拘留 或者是逮捕 或者是在警察局留置了一個晚上 或者是遭到起訴 或者是遭到警察不斷的調查 或者是甚至有些遭到監聽 然後有些到法院去的時候 是白口默辯 因為我們的警察 認為他們只是依法行政 認為他們只是聽命辦事 我們的檢察官 認為他們也只是一個公務員 他們只能個案的來處理 他們沒有辦法 整個就通案的來看 事實上這是我們國家言論自由 正在倒退的現況 我特別就我參與比較深的 華光社區來講 3月27號的拆遷 總共有32個人遭到寒送 但是32個人 警察剛開始的承諾是 他們連逮捕都沒有逮捕 連逮捕都沒有逮捕 但是事後我們認為 這些學生遭到秋後算帳 所以32個人一一的被約談 警察會打電話到他們的家裡 告訴他的家人 說請你的小孩子 請你的小孩到警察局來做筆錄 你可以想像那些學生 他們的心裡 又要擔心自己的科業 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 並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而是為了這個世代 跟下個世代的居住爭議 但是他們要面臨自己 拿自己的前途 來跟社會公益做賭注的這種情況 4月27號的拆遷 有15個人 15個人當天被留置在警察局裡面的大禮堂 大禮堂就在那邊睡了一整個晚上 之後陸陸續續的找到起訴 夾官開庭的時候 夾官開庭的時候會認為 你們是一群理性的人 你們是一群高級的知識分子 為什麼你們要上街頭 為什麼你們在家裡看電視就好 你們為什麼不和平理性的抗爭 為什麼你們要上街頭 如果他們的聲音有被我們政府機關聽見的話 有誰願意上街頭 有誰願意去現場把自己當成人牆一樣擋在那邊 有誰願意 這裡面沒有一個是住在裡面的住戶 沒有一個學生他跟這個社區裡面有任何的關係 為什麼學生願意站出來 我們今天為什麼到法務部門口來 因為法務部他自私的回應他會告訴我們 法務部不接入個案的調查 我們今天之所以到法務部來 等一下之所以到警政署去 就是要告訴他們 這並不是個案 這是通案 這是通案 所以這是法務部應該要介入的 有一群年輕的律師 他們也自主了一個社院律師 義務律師的平台 為什麼 因為太多人被抓了 被抓了那個當下 沒有任何一個律師可以陪同 所以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平台 能夠臨時在這個非常急迫的情況 能夠協助這一些被違法濫權逮捕的 這一些抗議的社運人士 在這邊講話其實有兩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是基於公民的身份 為什麼想要為這些社運人士發生 因為這些社運人士正在替我們 許多帶頭的公民履行他們 身為公民的權利以及義務 替許多台灣的人民在維護 整個台灣的權利 所以身為公民我感謝這些社運人士 也希望能夠給他們盡一份心力 那同樣的身為一個法律系的學生 身為一個律師 我很記得我一個大學教授 講過的話 他告訴我 集會 遊行 本來就是一個喧囂性 外部性 會造成他人困擾的活動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的聲音 他們是結構性的弱勢 結構性的少數 這些人的聲音 就是沒有辦法透過正常管道 被有效的接受 被有效的溝通 他們才需要透過這樣的一個集會言論的 而且是更在需要的時候實質上最大的協助 這個官場工人案 這個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 現在就是說 他已經分成好幾個案件 除了民事 我們被他告人 這個桃園DN就被他 從新北桃園苗栗到台中 總共被他告了六百多件 告一千三百多人 那也是靠我們律師界 能夠進來這個資源 否則的話 這些老公老阿嬤 連字都不認識 那這是一個國家史上 就是說最大規模的告勞工的事件 事實上國家是把這些工人 這個生命推向一個不可測的危機 很多的學生看不過去政府這樣的作為 所以在過年的時候 參加了這個卧軌的行動 那當時總共有好幾百人 都在台北火車站跳下這個月台 那當時台鐵早就已經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那個火車早就已經禁止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檢察官警方就移送了12個所謂的叫做外力分子 那現在檢察官的態度就是說 他要用刑法184條 這個公文危險罪來加以起訴 那那個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 那我們一再跟檢察官講說 這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這個具體的 這個危險根本不存在 簡單講就是說 火車早就已經停了 你是要發生什麼危險 那他的說法就是說 沒有危險的話就是未遂 沒有發生危險就是最後一項就是未遂 那我們當然是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公義的事情 這本來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表達嘛 他就是要透過這個卧軌的方式 來引起你的政府的注意 你的政府基本上就已經 對待這些手無寸鐵的工人 對待這些曾經創造台灣奇蹟的這些媽媽們 如果沒有這些媽媽們的話 也沒有我們新生的一代 那你沒有辦法給他這個這個 讓他的資方 那個退休金跟支檢費給他 你自己就已經有國家賠償責任 你竟敢還來敢告他 所以這些台大學生基本上是就是挺身而出 我們社會應該鼓勵這種 為了這些老阿嬤挺身而出 沒想到現在檢察官竟然要以 刑法184條 三年以上十年以上的重罪來起訴他 所以我們認為說法務部你事實上 你應該睜開你的眼睛來看看 不只是這個根本就不 這不合置刑法上的這個184條的公文危險罪 而且你應該看一下憲法上的言論自由 看看大法官的解釋他怎麼解釋的 再一個